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回到Coco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去unboxing一款 我自己都觉得挺难买的Rollex手标 其实这个手标是我去年已经买了 我一直以为我这条影片已经拍好了 和你们开心分享了 但原来我是没有拍到这条影片的 所以今天就来再开心一下 如果都喜欢我频道的朋友的你 记得subscribe我频道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一款Rollex 其实这一款Rollex在我的Rollex的名单里 其实已经等了一段时间 直至上年深马的时候 他就叫我去拿标 我就拿了回来 但原来一直过了一年 都没有和你们开箱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 到底Coco买了哪一款Rollex手标 我们打开这个盒子 很迷人的绿色盒就出现了 我就是买了这一款Rollex的Pepsi 如果你问Coco 为什么你会喜欢这款手标 为什么你很想买这款手标 其实我也是跟风的 我觉得这款手标 很漂亮 特别 我就会很想买了 并不是说Coco 并不是说Coco 很特别的了解这一款手标 而故意去问去买的 当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我也有做功课的 都知道皮毛一点 所以如果你是professional 这款手标人士 千万不要骂我 其实我这款 就是Rollex的 不瘦钢板的白氏圈 是五珠链的 白氏圈其实是什么 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是因为 白氏圈就是 它的标面的颜色 就跟Pepsi很相似 所以我觉得 它应该叫做Pepsi 因为是红色和蓝色相对应 其实就是Rollex GMT Master系列的 一个很经典的造型 它其实在2018年才推出 这个不瘦钢板 之前是白金板 红色的下半圈 就是代表6至18点的日头的时间 那蓝色的上半圈 就是代表18至6点的夜间时间 那标的直径是40个mm 厚度是12.1个mm 它的防水是有100米的 那蓝宝石的水晶标面 标身和标打都是用Rollex 904L的钢去制造的 那因为是GMT 那和蓝圈上面 是有24小时制的数字黑度的 是可以两面转的 转了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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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转一下就是代表1个钟头 那Cocoat这一只Pepsi 我是改小了size 因为它本身的飘带都比较长 那我是改了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改了两格半或者三格的 我觉得女孩子 其实我比较高 我觉得Cocoat自己戴 我改完就是这样刚好 我自己觉得 其实女孩子戴 比较粗犷一点 40mm的标 对于我来说 我是觉得很帅的 不单是很男人 很男人 很男人才会戴这么大的标 我觉得现在其实 现代的女性 都是可以带到的 所以那些衣服 今天就是有少少配上去的 和我来说一下那个标里面的配件 这个就是刚才的外面 装着这个盒子 通常打开我所有的标 我比较喜欢把全部东西放在它上面 这里的里面 就是除了有这个 团队卡 有一个他的说明书 剩下的那两格 我都喜欢留在这里的 根据个人喜好 Cocoat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怎样可以买到 Rollex热门的款 其实都是有三个方法 可以去公价买到这个 就是第一个方法 就是你首先都要去铺铛 像我这样 我之前买过几个Rollex 都是铺铛多点进去 可能多些讯息 有个销售 有没有我想要的标 去建立一个关系 好像买外马士 同时你也会买其他不同的手标 等你由一个标准在这里 才可以容易拿到这些这么热门的款 第二个就是你进去 是富豪级的 一进去就买很多珠宝 买很多首饰 买很多其他牌子的手标 去建立另外一个标 跟刚才那个有点不同 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去买不同的劳力士的标 第二个方法就是你买多些其他周边产品 就好像阿马士 第三个就是要看你自己好不幸 例如去铺铛 走进去看看有没有 就像我之前的Wimbledon 我走进去看看有没有 去买不买得到 或者是你去旅行的时候 也可以尝试一下去一些叶满点的城市 去看看你有没有可能 去买得到 我觉得第三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你们也可以去找代购买 在二手市场买 其实如果我自己的话 走进店铺拿出盒子 那种开心是无形的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哪一种方法 去容易买到你们心目中想买的 Rolex手标 我自己觉得 Coco觉得 Rolex手标 这个钢板 我觉得也是很值得买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买 也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如果你想在二手市场买 其实价钱是跌了的 最重要是买到你心水的 那一款Rolex手标 我对手标的知识 真的只有这么多 我就知道 它是很业闷的 很难买的 Coco就会很想买 我并不是很专业去研究手标 所以我对Rolex手标的分析 只能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也有更多 你们知道的informations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希望你喜欢Coco的分享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你们再次收看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开箱见 拜拜